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 台湾总统选举的结果就尘埃落定了 最终是由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连任成功 他所得的票数是超过810万票 其实这个就是创了历史的新高 自从台湾在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开放了全面直选以后 他所得到的票数是历届以来最高的 对比起上届蔡英文所得的票数只有689万票 今届他是狂升了超过130万票 这个除了是民意对于民进党和蔡英文的肯定以外 也显示得出台湾的人民对于亲中亲共的国民党 是投下了一个不信任票的 而且就是对于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和坚持 是有这个肯定在 好了 国民党其实也不输涉的 上届他们所得的票数只有381万票 但今届韩国瑜就是总动员之下有550万票 故此来说 国民党的影响力和势力 绝对是不能低估和轻视的 当他成功能够鼓吹到 动员到他那些核心的蓝粉 军功教全部都出来投票的时候 就是告诉大家 550万了 好了 当然这场选举当中 林郑无疑就是最佳的助选员 台湾不少的评论员都认为 民进党和蔡英文 就在这一场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当中 检到了枪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民进党检到了枪 国民党愚愚愚站在那里 去反反送中呢 大家可以听听听 国民党不少的立法委员 甚至乎现界有些连任那些 都在对香港的青年和学生进行抹黑诋毁 又骂他们收钱或者骂他们堵乱 这个就是问题 国民党过去有很多人士 都是取态比较亲中甚至乎是亲共的 比如说这个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今届也有参选分区立委 当然输到扒街 好像输两万多票 为什么这些人会遭到台湾的人民 用选票来唾弃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对于他们两岸的立场非常之曖昧 感到不满 到底这些人有没有很出力地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 还是在中共面前他们选择妥协和跪低呢 只是说你这个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柱 当他去率团和国台办主任劉杰恩回面之后 人家竟然是这样说的 已经和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新党的主席玉慕明 这个是长年主席 这个投共 立委高金素媒等等 台湾政治人物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什么共识呢 就是共同反对台独分裂 攜手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这就是曖昧 祖国什么叫祖国 到底是1911年成立的中华民国 还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不对 你要向台湾人民解释清楚才行 经常说要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 如何推进呢 你和中共之间如何来协商 如何统一呢 对不对 如果你是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时候 你是不是只是告诉别人 共产党就会放弃它这个 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就会接纳你的三民主义呢 这是不是天方夜谭呢 如果你是被统一的时候 就是说中共就会吸纳你了 你就用这个一国两制统一中国了 那到底你用什么模式才行呢 当然国民党三番四字强调 包括这个韩国瑜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自己不是支持这个一国两制的 绝对不是这样的 但是没人相信你才行 因为你整天强调那个所谓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九二共识的版本就有一中国表 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你台湾这边就自称为中华民国 大陆那边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本来国吹国的调 就是国不相干 相安无事 没有问题的 问题就在于 根本上中共只是接受一中 不接受国表 是不是 他只是接受九二共识 不好意思 一中就是一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国表 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东西 那你叫台湾年轻的人 怎么会相信你呢 那你告诉市民 如何统一中国 是不是 用什么方式 你说给人听 是不是 天方夜谭 吹水 是不是 所以你就不停车大炮 现在就会输到 其实输了很多 这里是两百多万票 好了 接着有些人就输不起了 这个国民党前主席的洪秀柱 就出来叫阵了 到底他说了什么 其实真的很肉酸 老实说就是输了 输了就要承认自己的失败 检讨自己的过失 你参考2012年的时候 当时蔡英文就是和马英九前总统来竞选大位 当时他输了 那篇败选的感言 绝对是值得列入本世纪华人 起码是百大的演说之一 绝对是值得大家翻看再翻看 别人说得非常好 是不是 就不像你国民党出来 你看看说什么 现在这个洪秀柱 他就说了 年轻人就会为未来自行负责 年轻人当然是为自己负责 难道你为他负责吗 你嗅到棺材香 红前主席 对不对 当时 当年选择 四年前又被人换处 选择总统的时候 临时就换了朱立伦 你也算不错了 你现在还要输不起 还要叫那些年轻人 要为未来自行负责 当然是自行负责 人家投出的票责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负责 难道把前途交托给你 你回去跟刘杰一聊天 这些人是多余的 输又输不起 国民党有种 香港就叫做屌票 就是常常骂选民 不要沾染这种流集 比如说你韩国瑜之前也是这样 拍的影片 本来拍影片 放上网络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接触那些年轻人的选民 问题是你拍影片说什么呢 你就说 支持台独 请讨蔡英文 我不要你英的选票 你就是说这些说话 就是我不要你的票 有鬼人投你 这些就是赶客 你就赶走那些年轻人的选民 哪有这么愚蠢 你不要沾染这些流集 香港的边缘 那些西域政党 就经常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大党 百多年历史 百年老店 你国民党真是离谱 这些事情 当然 你这个红秀柱 好像说到自己完全没有责任 一出来的时候 就说 当家的当然要负责 其实就是向这个党主席 吴敦义逼供 就是说你要负责 当然 其实不用你红前主席 开金口 一个有担戴的党主席 他都应该要围住 一场大选的失败 而去负责 而去辞职 党主席吴敦义 已经宣布了 将会率领副主席 一级主管以上的中常委 请求允许总辞 这就是负责任的表现 你看看民建联那些 垃圾 李慧琼 请辞联 然后党中央将他还留 他就照顾留任 这就是不负责任 比起03年的时候 时任的民建联主席曾育成 他也是为民建联在03年的驱选大败而辞职 人家都没有在那里挖住位置 何况当时民建联所取得的议席 比19年还要多 是不是 所以有些人就不要脸 这些人是不用提 好了 你现在这个红秀柱 叫年轻人负责 其实就等同于五熟清那些 异曲同工 你根本上就是被年轻人唾弃 根本上就是被选民唾弃 你又叫选民去负责 喂 五熟清也是这样说的 明明就被人罢食 然后就说他放弃了香港一两代的年轻人 是年轻人放弃你 就是不要搞错了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不要倒果为因 明明自己就坏了 被人唾弃了 就说我放弃你的 不是你放弃我的 你搞错了那个关系 最后我就有些东西想和熊前主席 和国民党一众 那些畏高权重的人分享 就是蔡英文2012年的败选感言 折禄最精华的部分 告诉你 人家当时输了 是以一种最谦卑的心态 来安抚他的选民 来反思自己的过失 就算他做政治秀 也好 人家这一篇是很洁出的演词 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最重要的是 我们所团结的力量 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股力量不能溃散 也不能消失 各位 你们真的不要怀忧丧志 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 台湾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 未来这四年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以执政者的角色 来实践我们的理想 但是 这并不代表在野就没有力量 我相信只要大家继续站在我们身后 给我们支持 给我们鞭策 我们一定还有未来 下一次我们一定可以走完最后一里路 那结果是吧 在16年的时候 他就是敗部复活 赢回朱立伦 到今年更加大胜利这个韩国瑜 这一篇就写得非常好 你纯粹从文学的角度去看 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品 那希望败选的人 就自己想想 到底自己有什么过失 尤其是在两岸立场的取态 就不能这么曖昧了 如果还是选择去亲中亲共的话 下一届都看不出 你们有什么未来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